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个新环境会续TV 我们今天是去了 牛津大学的library 里面做的 信不信呢 今天很欢迎 我认了几个嘉宾 第一次我认识嘉宾戴口罩 嘉宾戴口罩 我们自己做过戴口罩 观众认识到我们 嘉宾戴口罩 有没有认识这个 我旁边的那位 有些新型的 当然大家还没回答 我们可以打一下时间 就是Ryan 就是Ryan 就是Rambelle 认识计师 健身教练 今天他带了两个拍摄 先介绍一下 Rain 那边这位 Ta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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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Ta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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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 Flight Planet Save the world Rumbell Fat Dragon Invasion Your mission is to collaborate with your fellow Rangers And combat the Fat Dragon attacks with a deck building system Someone just revealed a new food token Destroy them before they transform into Fat Dragon Ah yes! We did it! We've defeated the food attack and now we're turning into RUMBELL ENERGY You can purchase gear tokens by using RUMBELL ENERGY Event cards contain different difficulty levels Fat Dragons will launch their attack in multiple locations To destroy any Fat Dragon, you have to combine Aerobic card,Hit card,Weight-bearing card RUMBELL CAT RANGERS will receive a muscle token upgrade after the Fat Dragon is defeated Each Ranger has their own special skills Which you can find on the RUMBELL Ranger cards Your goal is to banish Fat Dragons from the world For it's game over More than 1 in 4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don't get enough exercise The goal for our game is to share the knowledge of fitness All of the in-game exercise instructions are suggested by Ryan Lee A well-known fitness trainer with 19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he's also the designer of RUMBELL and Fat Dragon Our team is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game And we hope you would join us on board with this great adventure Through this Kickstarter,we are able to make better components And many more upgrades It is now waiting for your support Don't wait any longer And pledge to our campaign to save the world with us Together,we will send these Fat Dragons back to wherever they came from Support us on Kickstarter Hey, what is the game? Support us on Kickstarter I hope Ryan has to have a long time It is a healthy and healthy It is a country's topic Support us on Kickstarter Yes It is a little bit less It is a little bit less It is a little bit less I use a deck building The deck building is a nice 很受欢迎的一个玩法 就是有一盒这样的卡 然后玩家就透过不断去改造这一盒牌 令它不断强化 也要将里面一些没用的牌丢掉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其实就好像不断地在育成一件事 其实是很好玩的 你会越来越强劲的 然后我在这个设计里面 主要是设计了三款不同的运动 包括了这个大饮运动 然后就是一些高强度的 简洁性的运动 没错 然后就是一些去健身房 做健身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护绑的运动 基本上都是透过做这三款的运动 来到去打赢这一些 我们叫做Flat Dragon 就是脂肪龙 脂肪龙 是的 那这些脂肪龙 我们就做了很多不同的造型 尽量画到它又那么黑人真 又那么烦得那么烦 咦 你像谁这个人又好像 我相信应该只有香港人才会知道是像谁的 你先说出来这个概念来自那个 那个牵手是吃菜了你 吃菜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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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天王 是的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是谁了 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然后我们就合过是用这些卡来做运动 然后就要去打赢他们 其实有个对手就是那些脂肪龙而已 脂肪龙而已 是的 没错 但是我们玩的时候可以有几多个朋友一起同时玩的 2至4个人的 但好像逗我好 mountain いただ那个主要是哪个人贏 其实就是合作给予人 而且靠过的是 敌日不断的卡牌 这是我们株购不同的卡牌 就是对抗我们这类似胸人的攻击 如果你看到除了我们的卡贷 代表了敌日之外 其实有一些比较小粒的工件 就让它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要维持它不能濫了 也可以吃得太饱了 所以就有一些温度的线路 用这个运动去对抗一些成物 可以看到这些成物的促习 其实听到这个游戏都不是很简单的 要有些棋子 其实我也想问其实棋子是怎样融化的呢 譬如我们就当我们一起玩吧 我们每人先收多少张卡 首先我们就要先选择我们的角色 其实我已经先帮大家选择了 就是前面这四位 首先我们就把我们的角色放在家里 我们全部都在家里出发 这个是我来的胡刀佬 不是这个才是你 这个是我 这个是女孩来的 女孩来的 这个 其实每一个carripper 都有Ryan的一些角色的设定 写在里面 另外有一些运动的提示 在这里的 这样就希望可以 浸一些运动的知识给大家 好 然后游戏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六个action 是的 这个可以转的 你就转到六 好 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一盏牌 就是十张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 是的 那譬如 我们大家一开始就会抽五张 是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有什么牌 每一张牌 有下角都有些数字 是的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吃到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讨厌的玩家 是 为什么 使我们其实就不能砌到三个颜色去杀那些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再杀那些 是 是要砌五个组合吗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呢 除了是砌这个数字之外 还要砌组合的 那先讲一下砌数字 数字的话很简单的 就是 譬如这个食物 我们看到下面是写着六字 所以 我们只需要走个人过去 譬如我是这个角色的 那我就用两个action走过去 一步两步 那我扣了两格 是的 要好诚实才行 也是的 不过是合作游戏 是的 所以就不存在出猫 然后 我这个沙律就会直接掉下来 接着就会打开下一个 我们可以预知未来 看一下下一个 有什么食物的攻击我们 是的 因为这些食物 其实就不是说 那些食物很 很邪恶 纯属是因为 这些外星人的脂肪龙 搞到那些食物很多很肥 不断执行人吃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灭它们 然后我们就要做运动了 那就不用我们真的做的 是的 我们只需要出牌就可以了 那譬如我现在出三张 这个 那我就叫做 吃了这个食物了 那吃了这个食物之后 那我就可以把它反转 反转了之后 就会获得一个 Lumber Energy 就是一个 这个角色的能量 是的 没错 那当然就要扣回一个 Action Point 吃都要扣的 是的 没错 那接着 扣完这个Action Point 之后 那我们就有这个 Energy Energy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可以在家里 按着我们手上有的Energy 来到去购买一些Gear 一些装备 那些装备是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们去打赢这场仗 最重要就是 是的 那每一个装备 都会有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是的 那其中 大部分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运动有关的 一些装备 来的 这个是一些 能量饮品 是的 又或者 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脂肪龙的 这个是一个最强的 这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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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的西近窗 因为Rion 之前我们在 我们设计了一个游戏 的时候 西近是很帮助減食 是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说一些食物 吃下去 有什么卡路里 卡路里过多 多过3500个卡路里 就会重1磅 或者减3500个卡路里 就会轻1磅 但是 你吃西近的卡路里 下肚子 但是你个人 去消化西近的 能量 是用得比你吸收更多 是的 所以 就好像很健康 那我就把很多 这些知识 给他们看 就由他们发挥 放回到游戏里面 哇 我们一直玩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学到某些东西 是的 那各位师兄 真的要注意一下 听完这一点 就记住 你身边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说 原来吃西近是这么棒的 是的 我也多吃了很多西近 就是这样 好继续说完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 Art of Wynchun 就是一个 Wynchun的秘笔 都是一些香港特色的 一些 材料 然后这个是 瓦玲 那我们特意用了 Ryan的 Rumbell 一个瓦玲 的造型 其实是有实物的 是的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我也很想买 稍后再谈谈怎么买 能买 然后就是 有一些Sneakers 即是一些跑步骸 都是一些帮我们跑步 或者是做运动 的一些工具 像瑜伽石 是的 这些都是一些 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去做运动的一些工具 因为我们这个地图 其实就会分了五个地方 就是有家,有辦公室,有商場,有一個海灘,還有一個公園 如果我們在海灘這裏 我想問怎樣為之,我們要保護多少個地方才可以贏 最理想當然是全保護,但這遊戲不太硬,只要保護一半或以上的地方便可以 甚麼意思呢? 即是不會超過三個地方的淪陷便可以 沒錯,淪陷就是每一個地方,每次吃不完食物便會適合脂肪 即是會化成脂肪籠,每一個地方有超過四個淪陷便會有淪陷 淪陷有一個淪陷,overload的速度,放進去便會淪陷 如果我們五個淪陷有三個淪陷,這個便會被淪陷 是四個玩家一起造成的 所以合作就是大家要幫忙守住 我們說了一些運動卡和Energy怎樣使用 但其實這個故事,由開始怎樣走第一步 我們有三個淪陷的卡,有三個淪陷 所以會令到一個遊戲,玩來玩去都不會重複 即是LV1可能有幾個淪陷? 對,LV2比較有趣,這是熱狗節 我們在熱狗節的時候,因為Side Dragon發動這個攻擊 就會將熱狗不停放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熱狗每一個淪陷有四個淪陷 每個淪陷都要放一隻熱狗進去 嘩,這個就是熱狗 你見到每隻熱狗有個數量是9 我們就要想想我們手上的卡 怎樣可以砌到9的Number 去取消熱狗的熱量 開始捉摸到 所以要看看我究竟在這裏 還是原來他在這裏 例如每個人只有六步 原來我走這裏要走四步 可能Kennie在這裏近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會知道 下一個關準備會有什麽 我們這裏正在走這裏 還要想一下下一次 因為我們可能有十排 每一排一張卡,這一排做什麽 我們其實下一排大約知道做什麽 我們已經想好下一步 就不是說我們一被衝去那裏 因為我們走一步是有限 所以每一次 下一次是發生什麽 其實今次玩完下一次都未必知道 嘩,這裏也頗有趣 而且可以適合爸爸媽媽加子女 目標是喜歡一家大大 可以知道一些運動資質 還有一些少許策略性 還有玩完之後 尤其是喜歡保護女士 以為已經減少了些 也有 你可以跟著做這動作 我們沒有強迫性 因為可能外國玩board game 那些人都可能真的 有些真的經常在家裡坐在那裏 我都會 我不會迫她 因為怕她玩真的會暈 但她不可以學一下怎樣做 都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你吃東西不是問題 吃完之後怎樣做運動 有些問題是燒熱量 那你清晰用來試煙波 說一下說一下 我發覺Raid也很有研究 但我想問問題 你用加分那裏 我拆來拆來拆不到9分 那怎才能消滅到一隻熱狗 還是可以多1分 所以有時是會消滅不到 那隻消滅不到之後 它就會變成Fed Dragon 是嗎 是 如果假設變成Fed Dragon 其實我們有個情況 就是剛剛Ralon也說過 每一步都要計算一下 如果問題是我們在這裏 所以我們要召喚這裏 叫做Captain Rumbel 即是我們的隊長 因為你等同在一個戰隊裡的機械人 我們要召喚這個機械人 才能打低Fed Dragon 他們是自己不能跟他打的 就像剛才的動畫一樣 我們要打Fed Dragon過去 再等Rumbel Captain 一拳打到飛上天 那誰負責放Fed Dragon 那誰負責放Fed Dragon 每一個玩家都有權去召喚他 Fed Dragon Fed Dragon Fed Dragon 就是用這個Event Card 我們每一個回合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張Fed Dragon 發動的攻擊 每一次其實我們都會預告下一個 好像有一個新戲預告 我們會知道下一個回合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在我們這個回合 雖然可能會有一些Fed Dragon走來走去 或者會有一些Fed Token在那裡 煩著我們的同事 我們都要計劃 究竟我們下一個回合要做什麼 總之就是每一個回合 出完一張 就立即再開下一個回合 看看做什麼 我們這裡就會寫明 在不同的地方會生幾多隻Fed Dragon 或者會開幾多個食物出來 或者有些時候 這個有趣可能是 要大家去聽音樂會 這個是飾隔 有些有些可以懶惰的 懶惰的時候就不動 不動就會成功 現在真的會 很多時候我們在HOME OFFICE 或者在停學 例如去大飲駕 去市場 去去搶購物 我最喜歡就是這張 Fed Dragon Never Die 我們這張Fed Dragon 都挺適合時間出 因為現在出了很多朋友 很多時候在家裡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同意 例如小朋友在停學 有些父母可能在HOME OFFICE 甚至多了假 好像我自己 多了在家裡 還有這樣說 當然是HARD SKYL一點 其實現在在家裡 都沒有什麼 但又不想去打遊戲 那玩BOD GAMING 就有一個好處 健康一點 對 雙眼不用太多 而且一家大小的玩 其實你又增加到家長和小朋友的運動 又有運動知識 又可以在家裡 有時候有些東西在咬 誰吃得多一點 誰肥一點 你知道呢 兩夫妻 然後揭起 咦? 珍珠奶茶我喜歡 其實是很分別的 大家不要討論 不如在BOD GAMING上揭勝負 不如沒有BOD GAMING 我知道 我本身不是BOD GAMING人 我都覺得 不是很簡單 它是有複雜性 一層一層的上去 但想問一下 我相信我們會學到的 但問題是 有多少錢一層呢 即是說一些實際 現在是Kickstarter 但其實是有多少錢一層 其實是很優惠的 390元港元 所以上Kickstarter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角度支持我們 如果沒有大家支持 其實我們就很難去出發 因為其中的成本要有 我們又有比較少資經營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去 集合大家的力量 就可以成功我們可以出火 現在都很流行 什麼都眾籌 什麼都一起在網上搞 一起簽名 所以我想 我想是想支持本地創作 因為Ryan是本地設計師 你們都是本地人 應該是本地人 本地人 很想受獎 所以應該是值得支持一下 還有我想問一下 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 除了遊戲 其實Ryan你是做健身 做設計玩具 Ray也是其中一個主力 Kenny就是 是board game的設計師 還是一個很熱愛的朋友 我其實是很熱愛玩board game 而且我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玩一些遊戲卡遊戲 後來我就喜歡考裁判 我現在有些時候都會到處飛去一些不同的大型比賽 我前陣子會去泰國或台灣 我已經有拍子 Magic Card Magic Card 很出名的 是啊 不過就是等待他要拍電影 拍到現在都說了十多人 他經常這樣對方很棒 就是當初如果我專心玩這個Magic Card 其實我會買到樓 真的 因為那些獎金 因為那些Magic Card 他的性價很高 都聽過我小時候講過 如果是最貴的那些 最貴的那些嗎 是啊 你必收到一波照說 其實剛才我們也有個話題 就說前陣子也有一個遊戲王的卡 有個YouTuber好像都用過百萬港幣賣了 所以其實本身卡來講 無論是board game card也好 或者一些trading card也好 都有價有市 我想聽完之外 我的下巴都拍不到 就掉下來了 就是Pokemon 我常常聽的卡都好 是 很多人的遊戲性是很強的 第二就是收藏 再加上圖花好專業的知識 最重要反而是 剛才說了這麼久都未介紹 本身Kickstarter的網址 或者網頁是什麼 讓大家的朋友可以更多了解 遊戲的玩法 又或者如果他們有興趣的 想幫助大家眾籌 那他們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應該去Kickstarter.com 我們搜尋Rumball 就找到了 甚至可以搜尋Rumball 可以搜尋Rumball 最好就搜尋Rumball 我們開啟了第二天 現在可能疫情 或者其他全球環境都不是 所以一開始成績都很慢 所以大家要幫忙 另外你們各自的Fan Page 都會有連結 就是Ryan Ryan 有Ryan Phillips Ray 你那個 我是放在官方的Facebook 我很容易找的 你想Kickstarter 找Rumball 應該會搜尋Rumball Rumball 到時可以支持一下 我玩法 有一些朋友 Kickstarter 其實不是太懂的 其實Kickstarter 除了知道是眾籌之外 等於是我們預定購買的 是的 其實你見到我們 剩下的目標 目標是500元 你們每一個人 可以付300個港幣 每一個人加起來 如果我們到達金額 就會成功 假設我們不成功 其實你付出的錢 全數歸回到你的戶口 就會禁止你 到時我們收到錢 我們就承諾了 我們的期間 就會出貨給大家 道理上 如果本地 其實我們就有Freechipping 免運費 很快 而且你不用擔心 例如你現在看到英文的 有些幾句 第二 我們也會有中文版的 Woodsbook 不會有不同的 相關 是繁體中文版 很重要的 會不會像Kickstarter 去到某個過關了 而且去到某個更好的目標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東西 這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無奈不記得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Stress 例如過了某個錢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棋 會變成垃圾 大家都知道我本身做雕刻 然後我會處理每一隻棋 的雕刻 還有一些 我們在Sat Dragon 其實我們有些透明版 很有趣的透明版 會變成軟糖 而且每一張卡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 有大家最喜歡的R名的款式 還有很多不同的 說不完的upgrade 其實它還有另一個玩法 再有一個我們本身的expansion 如果喜歡的朋友 真的可以試一下 當然啦 如果有朋友買的 多些人買 其實就除了過了那個 對最低的要求之外 還可以 剛才你說的 有些神秘版本的東西 公仔出來 我也想你辛苦些 丟多幾個東西 因為暫時看到 就有Fat Dragon之外 Rumbell之外 就可能會有其他 合體化的 其實我們會不會 給你們一些照片 放在下面看 可以 可以 因為其實他們都做好了 很多東西 但就是 瘋了 是 拼了出來 Fat Dragon其實這個小小粒 有幾個本 我都可能會問 我會不會出一些 大的朗膠呢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我自己沒有想過 他們去做 因為今次的合作 我都是屬於一個 授權的 一個單位 他們全權去 去設計或者去做 我說這樣 這個OK 不行我再改回去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付出的力 是多過我很多 講到你付出 其實你覺得 整個項目是否辛苦 其實以往你沒有做過這類型的項目 我呢 出公仔 就不是容易的 但如果對比 例如我有寫過書 寫了一本書 可能搞半年一年 是很辛苦的 我想這個 是更辛苦的 寫書 因為 辛酸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Kenny已經想爆了 其實他有這個項目 又要表達到運動知識 但又要好玩 反而又不能太深入 所以其實他也很反覆幾次 去做這類型的項目 但其實中間是很開心的 例如我和Varana作 其實你看到Fat Dragon 其實他有很多表情 其實他也很自由度很大 我想把Fat Dragon 演繹成一個 好像一個 少少奸角的搞鬼角色 所以你看到他的樣貌 也有一個 他平日玩具看不到的樣貌 其實自由度很大 所以他經常試過底線 是的 是 他不太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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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01打 其實整個 一個board game 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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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簡單 原來 你又要想過遊戲方法 又要造型設計 又要用雕刻 又要開會 又要開會 其實我們看到人數都不太深入了 例如我們插畫師 就是勞虎公公 其實基本上 用Rion的畫 已經發揮到很多不同的款式 Rion都很驚訝 沒有看過這樣的樣貌 或者我們把封面全都看完 我喜歡的封面 你看看 跟平時畫的東西不同 有些朋友也看到 挺有趣的 風格 可能有些是 另外一些 不是我畫的那些 動作 如果我以我一個不玩board game的人 其實我都知道 又沒有變有 因為board game 你都是這樣玩 但我們想一個更新的方法 而且可以多變化 你玩完這次 我喜歡合作 我不喜歡鬥 我不喜歡說 我不告訴你 我們分工合作 大家計算 這步要怎麼走 而且感覺上有策略性 不是太靠紮色仔 不是太靠採數 採數 採數都會有 但其實也可以用四個人去合作 去知道我這次怎麼走 而令你過關 而我玩過 我也試過通過了一次 大約是四十多分鐘 玩過過程 最初你會聽到 可能有些很複雜 但玩一次就很容易上手 你玩兩回合之後 因為他每一局都有十關 十張Event Card 開完一二三四五 過到一關就過 過不到 最後你補不到三個地方 或者兩個地方就輸 你過到的 基本上你兩關之後 大約就知道很清楚要做什麼 還有你等過程不會悶 有時候你快點走 大家就想你這樣 不如你這樣 如果有個朋友 永遠不聽你講 那你就一齊話 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是一個 要用腦得來 又可以自主性 你抽牌也有一點採索 總之你這次玩完 我們可以upgrade 即是我們的肌肉 其實做到某程度 我們可以upgrade 腹肌 然後空肌 其實你會儲存 整個身體都是大隻的 哦 即是在這個圖那裏 對 這裏 好帥的 我們每一次打贏這個Fat Dragon之後 我們都會練大隻的 大隻了之後 我們的Action Point就會增加 但因為打Fat Dragon的條件 其實都頗嚴格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儲存三式的動作 另外我們人要跟Fat Dragon一起 另外就是Captain Rumble一定要在那裏 我們才可以打死他 明白 所以我們要在Captain Rumble 他站的位置在那裏 即是可能我殺完他之後 我都要想一下 哦 下一個可能下一個 那是誰呢 可能Rae在這裏 那我就要安排Captain Rumble 走過去幫他準備去打下一輪的攻勢 原來Bord Game 他雖然不知Word是很有趣的 但問題是最好玩的是我和你去玩 人與人之間最好玩的是我和什麼朋友去玩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真的在玩完之後 肯定學會了很多 對健康或者對健美的認識 就可以省下不用買Rion的書 飲食的東西會比較黏 很多常識在這裏 雖然你看到他是在做 其實他的角度Rion也很執著 不是啊 他的手要打直 其實他的腳要遞高幾多角度 Rion是用了很多心思去設定動作 告訴我們聽 他做些Captain 我想很適合健身教練 買來和學員一起玩 因為真的在這個過程裏 他的學員已經潛艷密化了 他可以知道很多規矩 很多要求 很多標準他可以做到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因為我知道我的遊戲本身 其實如果要再介紹他 還有很多 其實我們上Kickstarter的連結 會不會有些遊戲的規矩都可以看到 有的 其實裏面我們有一個PGF 正在我們這本的規矩 那裏面其實也不是很多頁 裏面其實可以問問題 或者跟我們分享 究竟遊戲怎樣玩 或者幾個 歡迎大家可以去近日的連結 問我們任何問題 好 那今天的時間控制都OK 剛剛33分鐘左右 跟我們預計差不多 很感謝幾位嘉賓上來 我們也都 我們值得支持本地 香港設計師 香港創作 香港board game 對 設計board game的人多不多 問Kenny 問題 不多 不多的 你是其中一個 很久要支持Kenny 否則Kenny突然失敗了 就很慘 哈哈 哈哈 沒有大衣沒有大衣 是的 要的我們都要 讓人知道我們那個 需要或者難處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設計 是的 因為要做一個平衡 各方面 嘔心拿血 是的 你看他 其實Kenny 之前我見他 頭髮多一點點的 哈哈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去第二個 環節 不過我可能要先斷斷 我們回來 還有今晚有很多幫助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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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